南投清净农场的水土保持问题 因为看见台湾这部电影受到重视 内政部在去年12月公布了 七家违反规定的民宿 限期改善 其中清净新宿违法使用山坡地 但是土地面积不够 没有办法申请执照 在上午时间遭到强制拆除 怪手无情的将山坡地上的违章建筑强制拆除 位于南投清净农场这家清净新宿 在去年12月就被内政部查出 违法使用山坡地作为营业场所 受到去年电影看见台湾的影响 南投清净农场民宿破坏水土保持问题受到重视 政府当时积极查庆 过了半年有部分业者有申请补执照 但是有业者因为法令规定的问题 无法申请执照 因此遭到南投县政府强制拆除 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尺 没有办法补执行农森 所以它是属于私自违章 经济部也已经正式公告 当地容易造成山峰及地质敏感的区域 希望在维建名单上的业者能赶快处理 否则台风劲即将来临 可能会造成不小的危害 记者陈家贵 吴烈安 SNG小组 南投报导